全油管最快新闻,自然资源部在2022年9月和11月公开挂牌杜办了四起土地违法案件。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案件调查处理结果通报如下。 1. 山西省大同市龙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法违规占地建高尔夫球场问题。 该公司在大同市云州区新盛村、坚普村的高尔夫球场项目,违法占地面积954.51亩,其中耕地81亩,农村道路1.85亩,为利用地871.66亩。 目前,涉案球场已被取缔。 2. 海南省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违法用地建设生态修复工程问题。 该工程项目违法占地1099.34亩,其中耕地291.23亩,林地417.24亩,其他农用地25.23亩,建设用地315.88亩,为利用地49.76亩。 部分土地手续为办理完善。 3. 四川省梅山市人寿县环球世纪会展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违法用地建设环球融创未来城项目问题。 该项目违法占地5067亩,其中有部分土地手续为办理完善。 自然资源部已作出相应处理决定,则令相关地方政府整治违法建设,处理土地问题,确保问题得到解决。 同时,相关问题线索已送纪检监察机关追责问责。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